你们知道吗 千万别在法国人楼下开面馆 不得你可能会看到这样的画面 就像这样 自从我们家有了这个正经的小面馆之后 这消息就在这附近的法国住户里传开了 今天正式营业第一天刚开门 就有住在楼上的法国人 专门穿着一件自己好多年前和中国买的衣服 过来找我们吃面 大婶见我们这么快就收拾好开业了 专门给我们送过了一袋橘子 说这老一辈有说法 开业吃橘子讨个大吉大利 他说他们已经搁这话经营了十几年了 跟着周围几栋楼的客人都已经畜成朋友了 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意会特别忙 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我还没等反应过来啥意思呢 就只见大叔大婶 跟每一个过来买食股的客人 都极力推荐我们家的好吃 搞得我们还没过饭点呢 就把准备的东西都卖的差不多了 我媳妇一看眼瞅就要卖煤了 赶紧跟我说 别忘了留书两碗来 请大叔大婶吃 结果管理员大爷搁一边过来非要掏腰包 说可这急事里都多少年没见过 这么让人舒服的画面了 所以今天这顿必须算他的 之前对面卖鱼的大姐也专门过来买面 还不忘了开玩笑说 虽然我们搬到这边来离他远了 但现在这边的香味还是往他那边飘 他这脚就不听使用的往这边走 就这样嘻嘻哈哈的一个中午忙完 卖的是一根面条都不剩 我丈母娘说 打出台以来这忙忙活活几个月 感觉今天才算终于安定下来了 多长以后 我要跟我媳妇把铺子里边仔细的检查了一遍 把破损的地方回头好好担心一下 之后天好的时候就拉着餐车出去 天冷刮风下雨了 那就回这来 简直完美 你们要是还有什么好主意 记得留言告诉我们